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美国《超新星》娱乐公司主办 TVB USA 协办 2016年第四届《超新星》 全美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决赛 日前在纽约皇后剧院圆满举办 评审团由纽约东方室内爱乐乐团 音乐总监房飞 中国著名歌手二虎演奏家晴霖 苹果花歌后杨燕 青年音乐家刘芳 著名歌星Amanda Harley 组成 决赛当日由第二届《超新星》大赛冠军 刘汉波的歌星拉开序幕 是四季中国好声音周杰伦战队学员 柳唱员作为表演嘉宾 正演唱出他的承名曲 六国语言版的《雙折棍》 比赛一共分为三个回合 第一轮由13位晋级的参赛者 分别演奏自选的歌曲 然后进入第二轮抽签PK赛 PK赛分为两人一组 在第二轮PK赛里面 因为每位参赛者都非常出色 特别是B组的彭那唇和文敬涛 我要快乐我要能笑的大声 及私组的胡兴宇和謝英飞 评审团特别破例 被两组一起进入到最后一轮 身兼评委之一的 著名歌星Amanda Holly 也为大会作表演嘉宾演唱名曲 获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最后冠军由3号的彭那迅奢得 她除了得到1500元的奖金之外 还会代表纽约到香港TVB 参加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总决赛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ty彭雅纯 然后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成为 Supernova超新星的冠军 然后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比赛 让我们能有这么一个漂亮的舞台 来唱这一首歌 非常的高兴 就是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 然后感谢大家给的机会 然后希望之后能够继续唱歌 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声音 谢谢 阿军由2号的车池奪得 桂军是8号的文敬涛 12号陈杏榮 获得由观众投票选出的现场人气大奖 7号梁仲汉获得最具潜力新人奖 去年参加过超新星大赛的9号减卫营 获得最佳进步奖 13号谢英飞 同时获得最佳造型奖 和最佳舞台表现奖 超新星全美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一直不断发掘新人扶养新人 让现外音乐的年轻人 可以在一个专业的舞台上唱出声乐 支持自己 想知道超新星全美华人新秀歌唱大赛最新消息 可以到大会官方网站 www.supernova-xing.com